應該是一瓶面 第一個問題 應該是一瓶面 兩分 再來 第一題 如果是職員專家評論 這是送分 昨天才講過 是不是 七種狀況 七種狀況 一個兩分 一個兩分 七個就是四個人 送分 來 一直叫你回去自己接 來 第二下一題 七個你自己接近 對不起 七個我這個要秀嗎 七個就不用秀了 對不對 第一個一個平面 來 下一個問題 就是那七個 好 再來 如果是圓柱 如果是圓柱的話 如果圓柱的話 後面就七個一個兩分 圓柱一二三四四個 然後一個兩分 一樣 四個答案 圓柱去捲圓 圓柱圓一直線 兩筆一直線 對不對 切的話 是不是一直線 如果你從中間 直接這樣切下去 是就兩筆一直線 對 來 總共這四個 從這一題 下面那兩題 下面兩個 跟獎益重複了 是不是 Power 跟柱圓 Power 跟柱圓 一樣一個兩分 好 來 我從這個開始 我就發現 昨天沒有人 昨天 我昨天 跟我講了一個 可是 沒有人 注意到 其實 昨天下課 洪水來問的時候 會想到 二有二次方程式 AS平方 加 DXY 加 CY平方 加 DX 加 以外 這樣今天的 筆記表演完了 今天想做 表演表演 幫給他 我幫你講 是不是一個 拿過兩分 幫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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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我們可以講到 二有二次方程式 他可能的圖形 這個可能的圖形 是應該有 昨天我們講的 圓椎 那六 跟他那七個 圓 火圓 泡物 圓 火圓 泡物 雙曲 再加上 他的會話 這邊一個點 還有一直線 還有兩香蕉直線 他可能的圖形 除了這七個之外 還有可能是誰 對 無圖形 對 無圖形 無圖形 還有呢 其實還不止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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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請 昨天我們在吹入的過程 其實應該就會跑出來 二有二次方程式 除了這七個 加入無圖形 還有哪一個 從昨天的吹入過程 都可以想不出來 想不出來 看不出來 就覺得這一個 兩平行直線 是直遠處去結出來的 可是直遠處結不出來 我現在講兩平行直線 你把三個寫入方程式 等等 可用我們講的兩香蕉直線 相成能力 對不對 兩相同直線 又把兩直線寫一樣 兩平行直線 又把兩直線寫 淺平行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 它也有可能 兩平行直線 它也有可能 兩平行直線 那個兩平行直線呢 其實寫下來 比如說 S加Y加1 乘上 S加Y-3等於0 就對了 對不對 那你展開你 會不會現在是二元二次 展開是二元二次 而且呢 昨天有同學在外面 他們說 為什麼這樣就兩平行直線 我說跟你師傅寫方則是一樣 兩個東西相成等於0 是這個等於0 或這個等於0 或是兩者都要 所以這兩條直線都要 這兩條直線我們都要 這樣OK 來 就再告訴你說 原來它其實還多了這兩個 這兩個 跟我們那個直遠追的狀況 其實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在暫時關係 所以 這樣OK了嗎 或 或就是 你或 我們 這個 減這一個 是不是 所以你們是真的會不懂 這概念 S加Y加E等於0 是滿足這一個方程上的 點完功能 對不對 或者 或者 S加Y減3 或者 滿足這條直線上的點 是不是也可以 它的減 是在這上面 或在這上面 的 是不是都可以 是不是同時 對不對 或是這條直線上的點 或是這條直線上的點 是不是這兩條直線上的點 都可以 都可以 滿足這一個方程式 你要找的減 是在找 滿足這個方程式的減 所以 那指的是不是就是 S加Y加E 應該是這樣 對 這應該是3 然後E是這樣 對不對 OK 在這上面的點 代入都合 在這上面的點 代入是不是都合 所以這兩個 是不是就都對 OK 那 這個是昨天 我是稍微疑漏的地方 那 昨天我們又講了什麼 昨天是不是接過來 我們已經把 拍用線的定義 其實應該講 我們昨天用拿直線圓圈 請先拿直線圓圈去結 也結出拍用線 可是拍用線的性質 有很多 我們在這裡 課文上取用的焦點 是這個 課文取用的 裡面上給你一條線 我今天故意把線畫成很 昨天我畫出的 以及直線外有一個點 F 它的定義 講的是 如果你的F 不在L上 那我們滿足動點 動點滿足P點 P是動點 滿足PF 等於P點到L的距離 這樣的動點P所形成的圖形 就稱為拋物線 昨天老師說能力 能力就是 不是開個別人的話出來 可以跟自己去瞭解 我們昨天講到 很最容易看的出來 是中間這個點 這一看 就知道到線跟到這個一樣 昨天講到說 如果這個點對 其他你要往外過 往外過我們昨天的想法 是代表要往上 如果你要直接往外過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直接水平往外過 就會發現這個點一定不對 因為水平往外過的時候 你到線的距離一樣 可是到點的距離就會變大 所以不可能一樣 因為當你往外過的時候 因為當你往外過的時候 顯然你那個點的位置 是不是就應該要往上一點 昨天講法是不是這樣 我姑娘昨天 我是畫的 今天畫紙的 觀念一樣 所以 因為如果你只站在這個水平線上 到線的距離都一樣 可是到點的距離 會越來越遠嗎 所以不可能一樣的 顯然你要一樣 是不是就點 代表要往上 再來 如果又要在越外面 是不是點就要越上面 對不對 所以 甚至你也會去找得到 像這一個跟它平行的這邊的點 你可以找得到 也就是說 如果在這條線上 在這條線上 你要找一個點的話 顯然如果這一段 它就會跟這一段一樣 所以在這一條線上的點 有多難找 你只要找到這一段 如果一樣 你把它轉過來 這裡是不是就一個點 這一段我把它轉過來 這裡是不是就一個點 這樣這一個點到這一個點 這個段點到N的距離 就等於這一段 我以為我剛才聊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那當然中間這裡 一樣都會有 而且你就會發現 左邊那個點 右邊是那個點 這樣一畫出來 剛開始說 你應該怎麼發現的 它的性質裡面 當它找到這樣 一畫出來 又畫出拋物線 我今天故意為什麼 把這個圖景表過來 因為這是你熟悉的拋物線 那以前熟悉的拋物線 開口是下 上或下 那你大概一想 就會知道 那如果我拋物線要開口 要下不下 我一開始的點 我的位置就要怎樣 對不要在下面 線要在上面 按照這個定義 你想的這個定義 你就知道你怎麼畫出來 對不對 你只要這兩個點 跟線位置交換 開口就下不下了 我昨天畫的是 老師昨天畫的是這樣 F在這裡 L在這裡 剛剛那一段 一樣 我們都會先從中間這個點開始 從中間這個點開始 一畫 你就知道畫起來 是不是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開始 注意到拋物線的開口 不是只有 向上 向下 這個向右 向 左 我可不可以這樣 我現在 這裡有一條直線 我的焦點 F 這個焦 F稱為焦點 B點 我不用把它稱為焦點 如果我這樣 那拋線往哪裡 往哪裡 中間過來 是不是就是 這一個點 再來往兩邊 是不是就對稱 可是因為我畫線畫的 斜斜的 所有的拋物線 應該就長這樣吧 對不對 所以你拋物線 你拋線 讓它往一個方向 完全不就是 你一開始的 L跟F的點的位置 他們的相對的位置 長在哪裡 你拋線 就跟著我那個方向去走 這樣 聽到我們現在 第四正要講的拋線 比國中跟高一講的拋線 更廣了 國中跟高一講的拋線 只能是那種二正函數 這一型的 那你就代表說 你以前熟悉的拋線 我們只是那時候沒有講 F在哪裡 L在哪裡 我們以後要把 國中熟悉的二正度拋線 F跟L也找出來 懂了這個概念之後 什麼叫做拋線 定義上定義完了 開始來看 他說 這個拋線上定義完了 我們不能有哪些 專有名詞 講義 相關的名詞介紹 應該有 換行方 換行方是哪一個 換行方 名詞電義完了 市場 換來 同一日 誰就開始 如果你不停 我知道 你是誰 boarding護小蕙 排音 還 siz 就我講義看 我講義圖 其實畫得也很清楚 只不過講義畫的是開口 像 像 右的 對不對 像個名詞介紹 剛剛一開始我就前面講了 這一條准線 這一條 L 一開始後進的那條直線叫准線 基准線 處理會一直取得簡單一個 因為你的定義是從這個點跟這個線出來 所以這條線就叫基准線 叫准線 這個 M 叫焦點 要講焦點的原因其實是跟它的光學性有關 就是說 你看那個凳高的焦點裡面 那個年代 你看是不是都拿火煩 對不對 所以那個 F 是焦點 當然是因為光學系統 以後再講 其實那個光學性 就是通常現在你看到燈照燈 車燈 它的那一個鏡面都是 都是 跑路面 那其實就讓我們 你看那個車燈的那個燈照 它是一個跑路面 它常常這個就是你燈泡的位置所佔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光源擺在這裡 拋線有一個性質 光源在這裡 光線碰到這個拋面 反射的時候會平行光出去 它會平行光出去 那逆回來 如果平行光的東西進到拋面 就會聚焦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通常就有一把火 所以以前的故事是這樣講的 就在告訴你說 就好像假設阿欽米格 擊退羅馬勢兵的時候 你從阿欽米格去算 就算了 很快要很近 做一個很大很大的拋面 假設它就算跟孔一樣會算 就掐子一算 一算那一天太陽很大 太陽光很遠 一般照管都視為平行光 那個平行光 就對著太陽光一見 聚焦那個焦點 當一把火設計放在誰身上 敵方的船上的帆布 所以聚焦過來 太陽聚焦過來 很多人的太陽聚焦起來 就會燒起來 這個就是焦點的位置 這個焦點就是火的地勢快 OK 所以確實現在你們拿這個去做實驗 可不可以燒得起來 這個帆布路後應該是燒得起來 可是我知道我在美國看那個小男生 他在拿那個 我放在凹錯線 要吐錯線 他是不是就在外面自己在混亂 所以我看他真的有燒錢 因為他說的東西是很薄的 這個真的不可以小看 還是不要玩這種遊戲 所以F跟L的直線 稱為說過敲給F跟嘴線L垂直線 稱為這個power線 第一個稱為過F跟嘴線垂直線 這個你早就會了 這如果是一個power線 剛剛我又剛把面的圖插掉 我蓋起來 剛剛我是不是講 如果L在這裡 焦點F在這裡 我們的power線不就長這樣嗎 這是你熟悉的啊 那現在他說 現在通過F跟你的L垂直的這一個直線 請問你從國中一個power線 這一條紅色的直線你稱為什麼 對稱軸啊 power線是左右對稱 那你們擺成向右的式上 上向對稱 那個就稱為對稱軸 如果我們簡稱為軸 稱為這個power線的對稱軸 簡稱為軸 來自己寫 對稱軸 這是國中的概念 所以 舊的東西你不要遺忘 其實只是增加了敲點跟準線 軸跟power線的敲點 這我們畫圖的時候 一開始就應該知道 這個點在主要 這個點國中就稱為 power線的領點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換成向右的這個點 V點 就稱為power線的領點 跟國中的都一樣喔 我們數學歷史以外的 領點線就是V 兩端點在power線上的線段 也就是說 現在如果有兩個端點 都在power線上 像我這樣隨意畫 這樣是這一條線段 兩個端點都在power線上 這不就就圓的概念一樣 如果圓上有兩個端點都在圓上 圓界的那條線段 稱為圓的弦 那power線也稱為弦 那如果那個弦 它過焦點 那就叫什麼 像這樣 像這樣 隨意畫 我做這個 哇 你會不會覺得 我是在內部點 不會這包圓 你要吃的包圓怎樣 無線顏色 這邊會這麼顏色過 所以 所以 我現在畫得很長的這一條 就稱為 教學 過焦點的學 我的就叫教學 好啦 教學有幾條 教學有幾條 無線多條 那無線多條 教學當中 長得罪證的 長得罪證的 什麼叫長得罪證的 我幫誰找個罪證 你們可以不好意思講 大家都找個罪證 對 可是還能夠開闊 屁下 要先講老是找罪證 再來我第一名 你們第二名 誰要這樣嗎 陳妮媛是不是 沒有陳妮媛我都講 剛才我們就說 要先講自己罪證嗎 你可以說你第一名 我第二名 我也接手嗎 OK 因為女生要先有自信 我們分成儀隊 他們有這個容器是儀隊 你會覺得儀隊 或是我幫你 有沒有綠於小千 綠於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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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綠於小千 誰 一個兩個 你會覺得那個 姿勵或是儀隊 他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都超級有戰隊 你死的時候沒有 他長期儀隊是 我站在那裡 不是很正嗎 好 書學上的站 跟我們講的正妹的站 其實我覺得 異曲同工之妙 書學上的站 通常指的是什麼 垂直 我們通常我們的站 指的是垂直 所以你不覺得那個 那個 綠石結跟那個儀隊 站在那裡 特別正 好 你看那個那個姿勢 跟地板垂直 本來就是這樣 你要很美的話 一定是這樣吧 所以我這個告訴你說 我焦點在這裡 跟長得對陣的那個弦 我們其實指的就是 你跟我們的總垂直 這一點 過焦點 而且跟總垂直的弦 我們就稱為長得對陣的交學 所以我就叫正交學 這個就叫正交學 為什麼會特別講正交學 你剛剛自己在瞄點的時候 你應該就有感覺了 你自己在瞄點的時候 那個正交學 也是剛在我的瞄點裡面 很容易瞄得出來的 對不對 這樣一看就是覺得 我這個讀畫的沒有很標準 因為知道我是為什麼 很容易瞄出這一個點 我是慢慢往上對不對 我那時候在那裡 我是用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等到這一段 這樣都要一樣 對不對 因為你這一段過 你那個等同 你把這一段這樣平移過 你這個點在上面 這兩段就一樣 剛剛我又是瞄準 焦點到九樓的距離 這一段 是不是等同於這一段 剛才瞄點是用的這個概念 OK 因為那一段其實跟它的歷史有關 當時在定義這個拋物線 有歷史有關 所以正交學就會特別提出 那焦點到頂點 焦點到頂點不就這一段嗎 焦點到頂點這一段 焦點到頂點的這一段距離 我們稱為焦距 這是重點名詞 它是懶得換顏色 你直接綠 這個就叫焦距 基本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剛才瞄點的時候 你有注意到 如果你焦點到頂點的這一段距離 叫做焦距的話 那當開始你在做的時候 你這一段跟這一段不是一樣嗎 你一開始取頂點 不就是要這兩段取中間嗎 對不對 所以焦距 通常我們會講 用西的名詞 可是我會加絕對值 這兩段如果一樣 那剛剛又說你 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是平行的 這一段要跟這一段一樣 所以你馬上發現 你從F到那個正交學 這一段等同於這兩段加起來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焦距 兩個焦距 所以這一段是兩個焦距 那我們正交學不是AF 正交學學是要到對面這一個 所以正交學的長度 你就等同於焦距的幾倍 四倍 四倍就是 我現在就是第題一 第一個就講什麼 看右邊那一頁 你們看到第題一 市政拋先的正交學長 等於焦距的四倍 是不是 四號三個寫完 OK 來 然後我剛剛那一段 用回字敘述 用假的就好了 用假的 三十九號 三十九號是誰 三十九號是誰 資律寫在一版 現在寫課三個寫 畫個圖 再從這裡 幫我把這個寫完 那 定義只有這樣 所以看你們沒有作業可以寫完 不過我覺得定義這樣可以寫 定義我們可以寫 S.S.E. 一 二 三 四 四體都可以寫 今天就這禮拜 明天上課沒數學課 對不對 所以一 二 三 四 四體來下一個 下一個 四十號 四十號 四十號小學 S.S.1 的第三體 第三體這樣 我點了兩個 所以今天的作業就是四至一之五 四至一之五 只有下個 跟在一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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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一... 四... specifically 一... 嗯 一... 四... 一... 你笑完了 cases 納不拿袞 沒關係 嗯 但是我們也沒有 mogelijk